你们说这算不算高配版的波波鸡 昨天体验了南方菜市场的服务 但是今天我要给海鲜小哥升级一下难度 先让老板娘挑一只帝王蟹 然后让海鲜小哥在不切断螃蟹腿的情况下 把蟹肉踢出来 但是我好像低估他了 这对他完全没难度啊 你们看他不仅把蟹肉踢出来 连蟹黄的部分也给处理好了 既然螃蟹难不倒他 那咱只能让他上才艺了 就冲着摆盘伞也得来点不一样的 上次用波波鸡的料汁腌了皮皮虾 这回咱再试试帝王蟹 不过问题来了 盘子太大冰箱太小 想冷藏腌制但是门管不好 人家都是开放式厨房 咱这成了开放式冰箱了 趁这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帝王蟹的亲戚蟹匠的故乡 就是我左下角链接真山海精 登陆就能领30颗血弹 孵化除了蟹匠还必出猪钢裂 只要随意吞噬就能无限进阶 一天升到200级就机会进化成龙了 游戏内还有福利可以领 不妨一起来体验蟹匠的一生 帝王蟹腌了两个小时 应该差不多了 你们说这算不算高配版的波波鸡 还是那句话 谈恋爱要亲嘴 帝王蟹先吃腿 而且还是裹满红油的蟹腿 我先来一口 我是高一啊朋友们 蟹肉像果冻一样特别爽滑 麻辣的料汁完美的突出了蟹肉的鲜甜 我再来口蟹黄 先拎点小料汁 再用怎么一上茧子 有种吃冷面的干脚 但是有一说一 这也太好吃了吧 蟹黄鲜甜鲜甜的 跟吃海胆一样 对了 你们想看我验点啥 评论区告诉我